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4日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 习近平会面默克尔时表示 中德两国要做中欧关系的引领者 中国愿意和欧洲一同倡导多边主义 习近平常调 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共赢的引领者 并且共同推动新型的国际关系 外界解读两国是否想联手制衡美国 德国领导人默克尔出访中国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提高双边贸易合作和国际政策的关系 根据德国广播电台报导 默克尔认为中国现在不仅是经济巨人 更是外交强国 比起美国总统川普在贸易以及核子政策上单打独斗 这让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宁可向中国靠拢 默克尔期望此行能找到盟友 挽救川普宣布退出核子协议的决定 默克尔知道请中国解决伊朗问题 习近平很可能点头答应 关键在于伊朗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重要的贸易伙伴 如果美国对伊朗实施贸易制裁 中国和德国的利益都将受到不少影响 会谈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允诺 中国愿和欧洲一道坚定倡导多边主义 习近平强调 中德两国要做合作双赢的共同示范者 中欧关系的领导者 并且共同为推动国际新关系一起努力 另外对于贸易合作的部分 习近平也表示 欢迎德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对到访的默克尔释出极大的善意 对此默克尔则表示 德国愿抓住中国深化开发带来的新机遇 扩大德中贸易投资合作以及人文交流 在当前世界形势巨变之下 默克尔也期盼 德中两国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调 另外还有消息指出 正在中国访问的默克尔 还会见了中国维权律师余文森的妻子许燕 两人并合影留念 双方就中国的人权问题交换了意见 并附上一张默克尔与许燕的合照 新闻时事报段友如整理报道 感谢观看